上带聚焦空军第二连队一架编号2047的幻象单座战机 10号晚上在执行夜间训练科目 无料却在8点35分疑似动力消失坠海 那当时上位飞官谢佩勋立刻跳伞逃命 国防部已经海巡署获报紧急出动海空救援行动 在晚上10点22分传出了好消息 在港南里西南方16点7海里处将人巡获 幸好意识是清楚的 后续由空军直升机吊挂送往医院救治 幻象2000直上云霄 震耳欲聋的引擎声响划破天际 美美战机操演总是让观众看得瞠目结舌 不过10号晚上8点35分空军新竹基地 一架机号2047幻象2000 惊传在夜训时失事 上位飞官谢佩勋坠落外海 当时我们的线上去防艇 上午霸动艇已经赶往现场 目前已经派出一件驶艇 在全力搜救当中 海巡署第一时间获报 立刻派舰艇前往搜救 国搜中心也下令空勤总队展开救援 根据了解逝时地点 在新竹市港南里西南方16点7里处海域 上位飞官谢佩勋晚上8点05分起飞 不料却在8点35分返场过程传出疑似机械故障 国防部晚上8点48分通报后 展开海空搜救行动 晚上10点22分传出好消息 成功巡获谢信飞官 目前知道他意识清楚 10点40分由海巡艇完成人员的接驳 意识清楚 后续会送医接受进一步的检查 强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救援任务 现信飞官平安生还 但针对整起失事意外 行政院长卓榮泰也发声明 要求国防部针对事故原因 势必得清楚调查 3月7位孟国阿晨 听入新竹报道 这架幻象战机是在新竹外海失事 当时飞官谢佩勋立刻跳伞 在10点20分左右 被搜救人员发现 情况如何 联请给记者游任博 任博 10号晚间8点35分左右 幻象战机在新竹外海失事 那飞行员是谢佩勋上尉 那他随即是弹射跳伞 那么国防部马上也就下令来救援 总统赛庆德跟行政院长卓榮泰 是也在第一时间接获后 马上只是救人第一 那么国军还有海巡 以及国搜中心等单位 都派出许多人来搜救 大概大约在晚间10点多的时候 是发现了谢佩勋上尉的位置 那确认他的意识相当清楚 以后只有轻伤 那就赶快把他救起来送医治疗 那据了解啊 这个谢佩勋上尉是驾驶 换下2000单座编号2047的战机 那他是空军官校105年班毕业 飞行总时数是710小时 那么10号晚间呢 是进行这个夜间训练 返回的时候发现动力失效 所以才弹射跳伞 那么谢佩勋其实目前是有一女一子的 那妻子也常常在脸书上面 会秀出一家四口的这个出游照 去年还全家出席的空军嘉年华的活动 那么太太更说啊 这个先生是用生命在保卫国家 希望他每一趟起飞都能平安落地 那事件发生之后啊 家属马上击获军方的告知 所幸这起意外谢佩勋是平安的获救 那后续也会送往台中地区的医院来进行救治 时间来到7点钟 持续来关注投药消息呢 就是幻想战机 昨天晚间失事坠海飞行员 谢佩勋在弹射之后 深夜10点多 在新竹外海骑机室的获救 原本要由海巡舰艇 直送他到新竹南辽渔港呢 但是因为当时已经退潮了船 无法进港 又改停泊 再往南边呢 无期渔港再转售这个地点 在无期的同纵和医院来进行治疗 时间点落在今天凌晨的1点35分 顺利的送抵急诊室 那么当时呢 医护人员台下车 发现他眼睛还是睁开 带着这个氧气罩 意识都还算清醒 幻象2000直上云霄 震耳欲聋的引擎声响 划破天际 美美战机操演 总是让观众看得瞠目结舌 不过10号晚上8点35分 空军新竹基地 一架机号2047幻象2000 惊传在夜训时失事 上位飞官谢佩勋坠落外海 当时我们的线上巡航艇 上午霸动艇已经赶往现场 目前已经派出一件 巿艇在全力搜救当中 海巡署第一时间获报 立刻派舰艇前往搜救 国搜中心也下令空勤总队 展开救援 更据了解逝时地点 在新竹市港南里 西南方16.7里处海域 上位飞官谢佩勋 晚上8点05分起飞 不料却在8点35分 返场过程传出疑似机械故障 国防部晚上8点48分通报后 展开海空搜救行动 晚上10点22分传出好消息 成功巡获限性飞官 目前知道他意识清楚 10点40分由海巡艇完成人员的接驳 意识清楚 后续会送医 接受进一步的检查 强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救援任务 限性飞官平安生还 但针对整起失事意外 行政院长卓榮泰也发声明 要求国防部针对事故原因 势必得清楚调查 华城进入新竹报道 最关注的是在当时 其实呢他是弹射逃生 那经过了海巡人员两个小时的搜救 是将人救起的 不过送医的过程是一波三折 先是碰上了退潮船只无法进港 出动直升机又因为甲板太小 无法载运 那最后只好把人送往的是 同众和医院来治疗 经过了一个小时急诊室的 检伤以及观察 人已经转进普通病房秀养 躺在单架上身穿绿色飞行外套 戴着氧气罩 他是十号晚间驾驶幻象战机 不慎实施坠海的空军上尉 谢佩勋 当下发现飞机故障 紧急弹射后 在新竹外海获救 11号凌晨一点半送到 无期同众和医院治疗 在急诊室检伤 观察了一个小时左右 转送病房休息 只不过他的送医过程 却是一波三折 空军长官接获消息 赶到现场紧急待命 海军舰艇深夜10点多 在新竹外海将人救起后 索性人亦是清楚 不过搜救过程中 人本由巡逻艇 直接将飞官送回南辽渔港 但因为退潮 船无法进港 之后再由直升机 调挂回基地 却又因为巡逻艇的甲板太小 直升机没办法 调挂成功 只好将飞官接到 另一艘巡逻艇上 最后决定送往海中 一起渔港 飞官谢佩勋 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翻阅她的脸书 里面满满是跟 家人的文型合照 妻子也在8月14号 空军节这天 感性发文写下 在众人看似光环的职业下 有多少心酸 忍受寂寞分离 你用生命保护着国家 也守护着我们一家 我能做好的就是 照顾好小孩跟自己 让你安心 每趟起飞都能 平安落地 另外还附上一家 四口合影 来祝贺老公 空军节快乐 不过空军节过完 不到两个月 谢佩勋却遭遇空难 不幸落海 索性逃生及时才没有发生 憾事也让妻子 旋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来 三立新闻 陈振栋 红瑞里 新竹台中采访报道 患上两千战机失事 驾驶员 谢姓上尉 获救之后 已经从急诊室 转至普通病房 留院观察 最新的消息 交给记者 丽建盈 好 主观众 带您来关心 患上两千 最急之后的 最新情况 那么现在 谢姓上尉 现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是被送往 无期同纵合医院 那么现在 已经经过的 一番检测之后 目前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已经转到普通病房 来留院观察了 那么在第一时间 军方人员 已经抵达了医院 也预告 赖清的总统 也将十点 抵达医院 来探视病况 那么整起 这个战机失事的状况 当时这个谢姓上尉 他是驾驶 换向两千战机 那么在昨天 晚间八点多左右 是在这个新竹基地起飞 实施夜间训练 不过在返程的过程当中 当时是发现了 动力失效 那么谢姓悲官 是立即的跳伞 落海自救逃生 那么第一时间 是海空联手来搜救 因为在晚间 十点二十二分左右的时候 是巡获了他 那么进行调逛 不过在靠岸的过程中 遇到了退潮 其实是一波三折的 不过幸好 谢姓上尉 他全程送医的时候 都是意识清楚 那么身体上面 也没有明显的外伤 紧急送往无期 同众和医院 那么赖清的总统 也将十点抵达医院来探视 那么根据掌握 这个谢佩群上尉 飞行总时数 已经达到了七百一十个小时 而他昨晚操架 这个幻象两千战机 其实是目前台湾空军 三大主力战机之一 不过在返程的过程中 突然发现了失去动力 坠毁在新竹的外海 那么至于为何会失去动力 要等待国防部 进一步的调查理清 也像是在现场 掌握到最新资讯 先把镜头交换捧内